新电价经上路近期成一般住宅电价涨3% 新电价一日起上路,名声用电及产业用电全面调涨,但依用电量区分不同级距,电价涨幅将各有不同 名声用电方面,每月用电量落在330度以下的住宅涨幅最低于仅3%,影响户数达908万户与占约68% 产业年用电量未达5亿度的一般产业,电价调幅也均不高于14%,逾44万家工业用电户适用 中部以北局部大雨估晚间趋缓清明廉价封面接近雨区逐日扩大 中央气象鼠表示,一日受到封面影响,各地人会降雨,中部以北要留意局部大雨,预估晚间趋缓,二与三日天气相对稳定 气象鼠预估4日起,在台湾北部海面的封面逐渐靠近,清明廉价期间雨区逐日扩大 保龄信义店12人验出米啸郡酸饶和电两例因信王碧胜姑排除相关 保龄查试食物中毒案,卫福部统计到3月31日傍晚累计31例 卫福部次长王碧胜说,今天将讨论饶和电个案,若确定与信义店无关,就会自列表移除 另外,食药鼠鸡查保龄查试带回的35件食材减体均未减出米啸郡酸酸 对于中毒原因,卫福部次长王碧胜判断因是已经用完的前披果条有问题 曾任台大医院副院长的桃园市副市长王明聚则呼吁中央裁减降料 日本小林制药红麴案实药署说,接获6件通报已有非预期反应 日本有民众服用小林制药含有红麴成分的保健食品后出现肾脏疾病问题,死亡案例累积5人 尽管台湾没有进口问题保健食品,但有两间公司输入小林制药的红麴原料,以启动自主预防性下架 食药署统计至3月31日下午共接获6件相关通报,其中3件为使用大盐纳豆红麴QE0胶囊,将评估设施产品与非预期反应相关性 日本强化临近台湾岛屿防御力专家说,防供军侵台 日本计划迅速提升南西诸岛防御能力,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纳国岛成为日方计划第一线 今年3月,一个由大约50人组成的新单位开始在与纳国岛路上自卫队基地作业 这支部队负责电子作战,以及参与拦截敌方通讯与干扰雷达等任务 专家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军队若要进犯台湾,日本离岛将无法置身事外 特派专栏,法国民众质疑政府能力巴黎奥运上热下冷 巴黎奥运倒数三个多月即将来临,这也是巴黎相隔一世纪之后再次主办 野心勃勃的法国和巴黎市政府正如火如荼的要办一场让法国人骄傲的奥运 然而,法国人对于政府的效率与能力颇为质疑,尤其在交通与安全方面 最新民调指出,近六成法国民众对巴黎奥运一点也不热衷,甚至连能否圆满完成都打上问号 加拿大将免费提供避孕器与药物杜鲁道说,女性节育不应受成本阻碍 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全额负担女性避孕费用,例如子宫内避孕器与避孕药与植入室避孕器以及事后避孕药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表示说,女性应能自由选择她们需要的避孕工具,无需受到成本的阻碍,因此,我们正在免费提供避孕工具 梅基与轩兰诺名称不再使用九个台风换名字绝类星座上榜 气象专家吴慎宇在脸书分享,经过台风委员会决议,预估今年会换掉九个台风名字 包含对台湾曾有显著影响的轩兰诺宇梅基等都将被替换掉 至于新台风正式的中文译名,仍带中央气象署决定 图集,红球计划以展台南公园念词亭搭配水景视角多元民众抢拍 美国艺术家波西克发起红球计划,3月29日起连续10天在台南不同景点出现 3月31日在台南公园念词亭展出 现场策展团队人员表示,台南公园占地广阔 视野与历史街区景点不同,搭配水域景观与曲桥与梁亭 拍照取景角度多元,涌入不少民众参观拍照 曾宋恩敲终止力行赛大巨蛋守轰兄弟首战3比2级退位拳龙 终止开幕站在台北大巨蛋开打,3月31日由魏拳龙队与中信兄弟队交手 龙队在二局下先攻下一分,不过五局上中信兄弟的曾宋恩敲出左外野方向阳春全美打 追平比数,也是中值大巨蛋例行赛史上守轰 中场中信兄弟以3比2级败位拳龙 拍箱老照片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 1948年4月1日第一届国大代表第一次会议在南京召开 预定改选的1953年,国民政府已失去对中国大陆的控制权 无法在原选区改选而全体无限期延任,被称为万年国会 1990年也百合学运爆发,总统李登辉顺势推行国会全面改选 第一届国待于1991年12月31日全部退职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中央社早安世界,明天再见